生命就像考试通过 如果一直没有找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跟实力 就有很像考试没有通过 还要一直再回来再重考 再重考 那希望大家一定要努力 去想办法发掘自己的实力跟意义 有些人从东西 生命开始在四天 记得吗 生命开始在四天 我只是明白 可能只是几年后 为什么我提到这个词 生命开始在四天 因为你不能找自己 直到四天 如果你停止自己 前四天 你不能找自己 所以 别停 改变你的世界 如果你不喜欢你的世界 改变 改变 直到你找到你的任务 然后停 你会找到 你能够通过这个生命 然后可能你会找到你的任务 你会找到你的任务 他说有一个 应该说 他听过一个 就是人生四十才开始 那为什么说人生四十 细早回 四十才开始 是因为可能四十岁之前 很难找到 很难感受到自己人生的意义跟实力 那到了四十岁 应该比较有机会 可以找到自己的意义 然后当自己找到了自己来的实力跟意义的时候 才觉得是真正的开始 开始活吧 所以人生四十才开始 那也希望各位 透过不断的 不断的努力 或是不断的 学习当中 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实力 跟意义 那那个 就可以不要一直重考 我也简单的回答 刚刚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说 我从土地 从农地中 得到什么样子的疗愈 学到什么东西 这个是我自己 常常有一个梦想 来天我在农地也开悟多好 哎呀呀 我起不到什么时候 那是最大的学习 最大的幸福 但是 至少我觉得我在农地活动 我的身体会比较好 比如说 身体不是很好的人 我有时候一饿我就会受不了 就会有点心悸 有点发抖 但是在农地活动 比如说 有时候很久 而且有时候就没有吃东西 好像 那个环境就有一种补气的效果 农地那样整个环境 还有我这样的一个活动 好像可以吃东西 穿很久 这个是我个人一个 觉得非常好的地方 因为农地空气都比较好 是不是 有很多精英的食啊 那这样的洋气一直在服务 我一直在换气嘛 那我的身体是在农地中劳动 越来越好 我其实身体很差 越快越的 那这样的经验其实很多农 如果告诉我 包括在座 有人都赞同我分享 好 那这个是身体就是先变好的 另外我也发现到 我在农地工作 先从参访的一场很多 然后到农地工作以后 我发现我人也是喜欢改变很多 就是越吃越简单 越吃越简单 越吃越简单 而且我的母观越来越灵敏 不管是味觉 嗅觉 听觉 就是越来越灵敏 过去我跟大家都差不多了 然后 后来我这几年我就发现到 人家吃不出来的 怪味道我吃得出来 人家闻不到农药味 我就是闻得到 这个吃了食物以后 会有什么反应 我就变得非常灵敏 这个是我认为是一种好处 因为我至少 我多了防御精神 是不是 别人会摄取了一些 不相当好的物质 那我知道可以避它 这个是 我觉得我在农农中 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受用 所以 如果有空去把它炒 去采水果 采两根鞋子 或者是什么 你会觉得 你好像学了很多东西 你去体会一下 你在农地的那种 身心愉悦的感觉 还有 你整个人在农地中 跟在办公室 在都市中 那种不同是在哪里 这个不是说 你去郊游 你去趴近 你去游上玩水 去玩 去放松 就可以得到一些收入 好好去体会一下 而且从这里面 你更知道 农人的辛苦 农人的快乐 让你自己去参与 你的食物的生产 那种价值感 那种严肃感 从放松中 又有一种严肃的意义在 从这里面 你也更知道 怎么去保护我们整个大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的 谢谢 好 谢谢大家 这个提问 我在想 我没有提问 Jerry她所提的 在跟土地接触的时候 我也能够得到很大的疗愈 因为我到现在还没有得到疗愈 事实上我不断的受伤 但是我在受伤里面 其实到现在我觉得我最大的学习是 我变得更勇敢了 因为我们在处理一个健康种植的 这个农体的落井里面 我们为了要很确定 它的水是干净的 所以我们以山上的水 在农场 先种植之前 我们先见识了一口又一口的生态池 有了很干净的水 可以用很棒 但因为有了很干净的水 建制的生态池 有了好多好多蝌蚪 有各式各样的青蛙 可是那个代价是什么 我们农场的初期 蛇更多了 所以我们在阿杰拉达创农场之前 他们居然经常遇到的是蛇 但后来蛇越来越少 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农场的老鹰越来越多了 我们的老鹰越来越多了 后来我们发现不行 我们农场只长药草 不解我们要的水果 我们养蜜蜂 我们养了石香蜜蜂 结果问题来了 因为我们养了石香蜜蜂 以前不会来找我们 不会出现在我们农场里面的 台湾土蜂啊 骨头蜂啊 它就出现了 因为他们要来夹 要来咬也许是吃我们养的 那个意大利蜂 突然间农场变了好多蜂 然后有一段时间 我们农场里面的人 都大包小包大包小包的 是确实 还好我们的农场下面 有一个台北地区的青山医院 抗主食安蛋白质的注射 变成是我们农场 有一段时间需要的 但这一件一件都这么过去 越来越健康 那我们越来越勇敢 我们知道除了蛇 除了蜜蜂 我们还在招架山蜀 而且山蜀的噩梦 来自于什么地方 但我们做有机肥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们经验很粗 我们的有机肥肥 还没有全部发酵完成的时候 我们滚 以为没味道了 看起来像泥巴了 我们开始大量的撕散 我们的珊瑚瓜 我们的鱼心草 我们种植的艾草 都撒肥料 结果输不了 因为有机肥 它还没有发酵完成 它有很多我们没有觉察的 蔬果可能没有烂透 或者是整个分解透 山蜀在我们没有看到的时候 也许是晚上 他们是成群结队的 为了要翻食那些有机堆肥 没有收成的这些蔬果也好 还是其他的菜单 它把我们的农场翻了又翻 翻了又翻 我们要怎么办 我们要面对 好 所以在这个农场里面 我学到了 除了这些土地 在发生的所有的演变 让我们不采取其他更改的方法 更坚持的往前走 当然总对了 后来我们的有机肥收透了以后 山蜀也不会来翻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 我们成出了这一个农场 我后来正好告诉我的团队 爱我自己 如果我们没有自己的花园 我们可以在别人的土地上开花 你也要愿意很努力的绽放 因为当我们的农场 从底枝改良 种植 种树 饮水 搞得生气和活之后 我们农场的地主告诉我们 合约倒了 还要收回来了 因为那原先是一个 被废弃了将近十六年的 杂草重生的地方 但是在我们合约买了 将近八年之后 他告诉我们 最后一年 我就不出给你们了 所以我还在受伤 但是这样的受伤让我更勇敢 因此我们群公司 我们的上下都团结于是 我们的目标 大家要存钱赚钱 因为我们决定 买下那个农场 我们再跟他谈 我们跟他谈 再给我三年的时间 再五年的时间 如果你需要的是 可以 来利用它 有更好的收入 我们希望 以比你自己来重 有更好的收入 我们要买下它 所以对我来说 人生很短 所有的东西丢到泥土里面 能够在别人的土地上开花 我必须要捍卫 我们这样子的勇敢跟接纳 因为我们知道 漂亮的农场 它的计划回去 就是要变成可能的 生态消费农场 或者賣土机 賣山菜的修行舞台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一个行为 与心理的拉锯战 请大家祝福我们能够如愿 谢谢 我想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尾声 那因为这个场地 我们五点钟 要还给主办单位 我们需要大概半个小时的整理 虽然我心里面也很不愿意说 在这里画下一个修持图 因为工作人员也需要时间整理 把这个场地帮回去 五点钟一定要还 那所以我想非常 我们再次谢谢三位与三位与三位